绿色经济在世界各地已开展多年 是公正的未来趋势之一 如今尼泊尔也搭上了绿色经济的快车 是的 首都加德满都以来的一个小村庄 村民透过培育和加工黑水蒙幼虫 作为有机肥料和饲料来源 这种有机肥料除了可以替代化学肥料 也顺势为村中妇女创造就业机会 带动乡区经济 这种产生的工作是一个检查的工业 这是一种的工业的工业 这种工业的工业 是一种的主要问题 而最后也会带动到的东西 我们的工业都会做到的工业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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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家昆虫农场是在今年3月开业 当时获得当地慈善机构 尼泊尔女企业家协会联合会 赠款11万美元 村里妇女会将这些幼虫干燥处理 之后以每公斤70尼泊尔卢比 也就是两令吉45先售出 由于村里的气候有利于昆虫的生长 工人希望在为期45到60天的生产周期内 生产3500公斤的幼虫 黑水蒙幼虫富含蛋白质 是很好的鱼 家禽和猪饲料 村民也会把黑水蒙作为土壤肥料 种植蔬菜 之后再把蔬菜出售到周边城市 人们看到了说 写真是最好的鱼 我一直在继续重演 感谢观看